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首次引龙哑人 突袭镜头太有感染力 备受期待的电影第20条 终于官宣定档大年初一 同时发布了充满悬念的定档海报 这部由雷佳音、玛丽、赵丽颖、高夜 刘耀文、张义、范伟、余和伟等一众实力派演员主演的作品 将用轻松幽默的方式讲述赌上一切 凭借自己的努力还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的故事 赵丽颖在电影第20条中饰演龙哑人 她为了角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赵丽颖在第20条中饰演一位听障人士 这一挑战性的角色让人们看到了赵丽颖演技的多面性 据悉,为了更好的塑造这一角色 赵丽颖提前学习了手语 为角色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和心血 预告片中 赵丽颖通过手语落泪的片段感染力十足 勃梗触青筋暴击 全靠演技 表演张丽颖整个拉满 让人不禁为她的演技喝彩 赵丽颖在电影第20条中饰演一个龙哑人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为了能够更好的诠释这个角色 赵丽颖早前就开始学习手语 这种认真的态度令人敬佩 近日,被受瞩目的现实主义喜剧电影 第20条宣布定档 而令人期待的是 该片中的女主角将由赵丽颖首次挑战龙哑人角色 令人翘首以待 预告片中,赵丽颖通过深情的眼神和细腻的动作 成功呈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龙哑女性形象 不禁引发了观众对其演技的高度期待 赵丽颖自出道以来以出色的演技和精湛的表演受到了广泛认可 第20条则将成为她演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在这部电影中,赵丽颖饰演的龙哑女性无法通过台词表达情感 而是完全依靠表情,眼神和肢体语言传递情感 这无疑是对演员表演功底的严格考验 电影第20条的主题突破传统 以现实主义喜剧的形式呈现 聚焦社会中的小人物和生活琐事 而赵丽颖选择出演龙哑女性,对于角色塑造的难度和挑战可想而知 在预告片中,赵丽颖成功将自己融入到角色中 通过细腻的表情和情感的传递 令观众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能深刻感受到角色的独特魅力 赵丽颖在演艺生涯中塑造过众多备受喜爱的角色 但这次的龙哑女性形象无疑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也是一次对演技的深度挑战 在片中,她以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成功引发观众的共鸣 这次的角色选择和表演尝试 再次证明了赵丽颖对演艺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对角色的认真态度 观众对她在第20条中的表现充满期待 也相信她能够通过这一角色再次证明自己在演技上的深厚底蕴 虽然预告片中只有几秒钟的无声镜头 但是从这些镜头中可以看出赵丽颖的表演非常到位 她将角色的情感和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非常有感染力 钟赵丽颖的枯戏镜头释出 光看片段就已经有画面感了 就那一个镜头无需言语 我就能感受到她的无助悲伤 也许这就是演员的意义吧 不仅如此 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设定都非常独特 由张艺谋导演 还有雷佳音 玛丽 高夜等实力派明星加盟 相信会是今年春节当的黑马 总体而言第20条不仅是一部充满现实主义元素的喜剧电影 更是赵丽颖在演技上的一次尝试和突破 观众期待在电影上映时 能够看到赵丽颖通过精湛的演技 因为龙牙女性这一特殊群体树立一个深情的代表形象 赵丽颖在第20条中的表现非常值得期待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在电影中的精彩表现吧 臊领 优优独播剧场 Markus Stephens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使用 espera Nixon 感谢观看